Hello 大家好 今次的影片主要是給大家聽 其實我就沒什麼參與 純粹是一個地產經紀的粗口 大家知道是美記的 小大曾經入行的地產 雖然我不是做經紀 我是做文職的 但也見識過 大約知道地產佬是什麼人 因為我在那間是一間小巷 其實相對人情味比較重 很少會見到 好像片中的 因為小巷來說 老闆和員工其實有身份差不多 大家比較平等 因為是屬於自僱人士 如果你罵我就走了 但是通常你聽這些錄音 一定是發生在大巷 例如中原、美聯、利家國之類 大巷有集團有制度 他們有很多條件 為什麼要進去做呢? 因為大巷的資源充足 他們的資訊 因為地產這行是講資訊 你有沒有業主電話 或者他賣多少錢 這些就是大巷優勝的地方 但相對大巷有好處 又不好處 當然人工低 分成少 還有 而且 紀律很煩 要你準時上班 已經是要地產都拿去命 準時上班 每天又要交 不知幾個更新 又要交數 很煩瑣 有些人可能奇怪 為何會被人吵到這樣 沒了尊嚴都不走 因為第一 他們真的沒有了 其實某程度上 主管是吵得對 只不過他用詞 激烈了一點 的確 我自己覺得有點離譜 為何他們都要忍呢 因為他們第一 沒有了 第二 大巷有個好處 就是他有份月薪 即是有底薪 你別管多還是少 總之是五千元也好 可能三千也不定 幾千元都是錢 其實某程度上 他的主管是吵得對 即是這群黑衣 即是他拿中 換得契大 這個就是為何吵也不走 因為是免費錢 我們不妨礙大家的時間 我們看一條片 大約有十分鐘 可以說話嗎 黑衣有沒有入宜 你不入宜是不要緊的 我說給人是不要緊的 吵你老母我跟你說話 你老母照著你上班 你收人工 你有沒有做事 這是最重要的基本 你先收人工 你有沒有做事 吵你老母你天天上班 你幹甚麼事的 你真的告訴我 你天天天上班 吵你老母你幹甚麼事的 吵你老母 吵你老母 你賣菜有沒有熟客 賣雞有沒有熟客 你開哪間店有沒有熟客 吵你老母 吵你的臭間尾聯龍峰 吵你老母你也很熟客 吵你老母 即是你想想 我講的有沒有道理 吵你老母 我知道 你老母你那些是乞衣 沒有問題 我知道你是乞衣 你有沒有老的其實 你有沒有常識 你有沒有老爸老母 家裡有民人 有沒有教人過你 那些基本事 你都沒有 你都可以沒有 乞衣 我真的告訴你 我看來不肯起 我真的看來不肯起 我覺得你們不是人 人不是這樣的 我覺得是甚麼 畜生不肯 不會這樣的 如果你是做一個人 你天天有上網 你老母你也有自拍 天天有看樓 用盡心盡力 我不信你沒有熟客 你老母我不信 但你真的沒有熟客 吵你老母 為甚麼會這樣呢 你老母就是 我真的 我告訴他 不要跟你說 我是沒有家教的 我真的沒有家教的 不過我敢 但我都不知責任啊 大佬 你有收人工做事的嘛 對不對 為甚麼你三四百萬都沒有客 你告訴我 你究竟回家做甚麼 三四百萬都沒有客 你有沒有搞錯 你是不是人來的 在我心目中 畜生不肯 是真的 做地產代理 你有沒有熟客 你老母你不去上班做甚麼一天 你不如去馬上做啦 是 你麥當勞做啦 麥當勞又熟客啦 你做地產 你老母天天在偷偷拐片 你老母天天在看屏幕 你認識不到人的嗎 認識不到業主的嗎 談不到話的嗎 沒有一個業主有朋友介紹給你 欸 畜生不如 我告訴你 是真的畜生不如 不會這樣的 我做銷子不是這樣的 有熟業主的嘛 有熟客的嘛 有租客的嘛 有人介紹給你的 乞丐是嗎 你自己想想我講的話 不過我知道你 我知道你老母你死乞丐 不肯息時非黑白天都給你老母 所以你的乞丐一台熟客都沒有 沒有一個客人呢 你老母會否認同你的 那你死掉了去啦 你還回家做什麼呀 你還回家做什麼 是沒有意思的 你繼續做下去也沒有意思的 你每天回來 你老母在那裡望望 偷想 不停在那裡上謀想 你幹什麼呢 浪費時間 你不如死掉了去拿鐘門 你拿鐘門 一萬幾千有得拿的 是真的 你拿鐘門 拿鐘門不用做的 神經病 我真的覺得 你們是神經病的人 那是正常的 我是Sales 你老母我只是叫租客 只是叫租客 大家回去看吧 對不對 你老母你天天坐在那裡冷氣 你老母死行天 我自己想想說話 對不對 畜生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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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畜生不如 養隻狗 吃擺味 都有人為牠吃東西 你坐在店裡 你沒有屬業主 你沒有屬租客 我告訴你 以前Mandy粥在那裡 幾多屬業主 每天經過 拿鏟給牠 拿麵包給牠吃 經過 買水果 給水果去吃 Mandy粥 Mandy粥 你老母在你們 坐在那裡 死掉了 我講真的 真的死掉了 其實我真的覺得你沒有價值 你那個人是沒有價值的 你沒有任何一件事發揮過自己的 你沒有價值的 你老母是在那裡騙底身 你騙人工不是做事 你這些不是做事 你騙底身的 你這些不是人來的 是畜生來的 我剛剛講的一些事 如果你是一個人 你自己反省一下 如果你一隻畜生 我不會怪你 我絕對不會怪你 畜生不如 你老母 拿鐘門去 你老母只會開租的那些 沒問題 你一落霍頭 沒問題 風車姐叫你走 你老母 你老母 大家做的人 你老母臭氣做人 做了幾十年 跟人家基本溝通做不到 我叫你老母 你自閉症 三四百萬樓 三十多萬首期 你都說無限 你是不是乞丐來的 你肯不肯埋牆 你肯不肯埋牆 你老母 你是不是人來的 狗都不如 我告訴你 是真的 一隻狗都不如 你肯不肯埋牆 三百多萬樓 你老母 沒有效果 你老母 你老母 你肯不肯埋牆 你是不是人來的 你現在人不肯埋牆 你老母 你不是人來的 是畜生來的 三百多萬樓 你老母 你肯不肯埋牆 你是不是人來的 你肯是畜生來的 你做甚麼地產 你肯不肯埋牆 我除了用言語侮辱你之外 我告訴你 我是來理不肯的 我經常都說殺人 是要負刑自殺人 如果這樣犯人 不用負刑自殺人 我一定對人能力 拿到太可憐 你老母 你老母的畜生 你老母又一直壓低身 三百多萬樓 三百多萬樓 走啦 三百多萬樓 你有沒有樓 走啦 乞姨 你不是人來的 信我啦 粗生不肯埋牆 位置 是人的 就懂得扮性 粗生不用的 沒有粗生扮性 三百多萬樓 找個客人看樓都沒有 我叫你老母 你這些人 我告訴你 新客人進來見樓 都真 叫你老母 神真鬼嫌 你的鋼客是 一看就知道是鋼客的 那些人 怎會三百多萬樓樓看 沒可能的 你說你暗黑仔 暗黑仔就只有三四台 勤力那些 那些 乞姨 是嗎 叫租客 你看一看 租客 賤進式公款 你老母 供多少錢 四百次 乞姨 你老母 供多少錢 剛三年 四千 八百多 乞姨 黑衣 你當然是乞姨 乞姨 你當然是乞姨 乞姨 乞姨 我看不肯起你這些人 我真的看不起你這些人 我做銷售 我告訴你 我看不肯起這種人 好,大家聽完有什麼感想呢,如果你不是做開這行業,可能會覺得這個額頭是很黑薄的 但其實我剛才說了,有做地產的確是有這些黑衣在那裡的 這個額頭說的話是有些難入耳的,而且是夾雜粗口的 以及詛咒別人去死,以及如果不犯法,一定會殺死這群人家產 這個我相信真是法治他的心聲 不知道大家怎樣看,歡迎留言 我們臨走送多段給大家,Let's go,我們回顧當年的經典 為何你開不了單?你沒料的嘛,你沒質素,你樣子很壞 整個黑衣的樣子怎麼做?什麼東西也不肯識,親戚也不肯識,搶單也不肯識,什麼東西也不肯識 你理會你,拍開 strawberries,看 Bingilt仔說,你去著大飛機,覺得lege服貴,什麼東西吃起 moment講,讓你去著打? 我說,拿點披二髮做什麼東西呀?結果你還說什麼? 你在我甚麼話就做髒了吧embff得好像你 那oyao lo 69呀? 買我اد什麼父神那!!!